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集 其实范贤并不知道 自己修炼的是一门极其高深的内功心法 如果换成一般的舞者 一定会小心翼翼无比谨慎的修行 而且一定会请师长或者是值得信任的朋友帮忙看护 这门功法最艰险的便是在入门处 要积功入丹田之时 修行者的身体与心灵的反应速度便会产生极大的差异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修行者的身体机能 会变得像一个无法动弹的植物人一样 如果此时修行者没有经验 很容易误以为是自己走火入魔 强行要收纳真气入腹 如果运气好 实力异常强悍的修行者 可能将体内乱窜的真气归入经络之中 但也就等于是练功没有半点作用 如果是初学者 则可能被这种惊慌导致真正的心魔入侵 而像范贤这样的初学者 不但没有走火入魔 反而比那些强者们更容易体会到那种玄妙的感觉 则要归功于他的身世和运气 因为当他开始修炼这种无名真气的时候 寄居的身体还是个婴儿 从母体之中带来的仙天之气还没有完全赠还给天地万物 还停留在他的体内 所以修炼起来事半功倍 甚至还奇妙无比的将仙天真气 囤留了大部分在自己的经脉之中 而修行者最容易遇到的心魔一关 对于范贤来说也不怎么困难 不要忘记 在前世的时候 范贤曾经缠绵病塌 长达数年之久 早就习惯了自己的大脑 不能指挥自己的身体 所以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便没有惊慌 反而有一种找到了过去残留记忆的温暖 所以第一次修炼时 气感刚刚感觉到便开始乱窜 让他身体无法动弹的时候 他并没有十分害怕 正因为无所畏惧 所以心无杂念 反而让他轻轻松松的迈过了最艰难的一关 从那以后 修炼便变得简单了起来 只要默念公觉便自然而然的进入了冥想状态 所以对于范贤来说 每天的午睡那是十分香甜 雷打不醒的 一般的修行者极难进入冥想状态 因为那需要机缘巧合 像这孩子一般天天用午睡当冥想的做法 真是奢侈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 上天是真的很眷顾他 一觉睡醒 凑着那张清新可爱的小脸 在丫鬟姐姐手上的毛巾里打了个滚 就算是把脸洗了 下午的时候便开始在书房里 跟着伯爵府专门从东海郡请过来的教书先生学习 这位教书先生年纪并不大 约貌着三十多岁 但身上的感觉却是老腑味十足 庆国早在十年前便兴起了一场文学改良 以文学阁大任胡先生的一篇文学改良厨艺为发端 如今的文场之上 正是古文与金文大战的沙场 所谓古文便是范贤记忆中的文言文 而金文则是有些像白话文 只是用词要亚讯一些 范贤的教书先生是古文派的粉丝 所以天天叫范贤看的便是些什么经书 这些经书呢 虽然与范贤那个世界的四书五经不大一样 但很妙的是 居然很多内容一直相差并不太大 也有如莫法道之分 以至于范贤第一次听课的时候便开始怀疑 自己究竟是在哪里呀 夏日热闷 书房里也是热气蒸腾 教书先生将南面的窗子推开 窗外缠声透了起来 喝着清风极是清美 先生回头一看 自己的小学生正趴在桌子上发呆 正想出言训斥 但看着那张清美的小脸蛋 不知怎么的却是心头一软 教书先生其实很欣赏自己这个小学生 小小年纪居然谈吐清楚 对于书上所载的前人威严大义 也能明白一二 对于一个四岁顽童来说 实在是很不容易 教书先生自己也有疑问 心想 四男伯爵未免也太心急了些 给自己的信中要求太高 逼不得已之下只好现在 便开始教四岁黄口小儿经文 如果再寻常人家 这个年纪也不过就是学些字 辈辈同盟之学罢了 等教书完毕 范贤极有礼貌的向先生行了一礼 然后恭敬的等先生先离开书房 这才脱了已经被汗湿了的外衣 往书房外跑去 急得身后的丫鬟一路嚷着小心 一路的跟着 等进了正院 范贤马上停了下来 脸上堆出天真可爱的纯准笑容 像小大人一样 摇摇晃晃的走了进去 看见正中央坐着的那位老夫人 开口奶生奶气的喊道 奶奶 老夫人 学了些什么呀 范贤很老实地站在椅子前 将先生教的东西说完了 然后行礼完毕 去偏院和妹妹一起吃饭 老夫人和孙子之间 似乎很陌生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范贤 是个私生子的原因 老夫人虽然没有虐待她 但总是对她要求特别高 因此感觉上 总显得有几分生疏 范贤还记得自己只有一岁的时候 眼前这位老夫人 曾经在深夜里抱着自己哭泣 老夫人自然想不到 一个一岁的婴儿能听懂她的话 更将她的话一直默默地记了下来 孩子呀 要怪就怪你父亲吧 可怜的小家伙 刚生下来 妈妈就没了 真是 这是范贤心头一个极大的疑问 刚到这个世界时 便遭遇到了一场祖杀 虽然现在知道自己的父亲 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京都高官 思南伯爵 但自己的母亲是谁呢 当年思南伯爵还在跟随皇帝陛下 牺牲的大军中 那些杀手自然是针对自己的母亲来的 但她体内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灵魂 所以自然不可能会对没有见面的思南伯爵 有什么父子之情 只是偶尔还会想到那个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女子 那位自己名义上的妈妈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想什么呢 两个丫鬟正在端菜 坐在范贤右手边的小姑娘嘟着嘴问道 小姑娘皮肤有些黑又有些瘦 所以和漂亮的像女孩儿一样的范贤坐在一起 就显得格外的可怜了 范贤伸出手揉了揉小姑娘头上的黄毛 嬉嬉地笑道 在想京都里面 你们平时都吃些什么菜 这个比范贤还要小的小女孩儿 是思南伯爵的亲生女儿 也就是她同父异母的妹妹 叫做若若 因为自幼体弱多病 而老夫人又心疼这个孙女儿 所以一年前就接到丹州来养病 只是养了将近一年 并没有什么起色 头上的头发还是有些稀疏 关怀人家自然不会是缺衣少食 所以不可能是营养不良 大概是先天体弱吧 范贤和这小丫头很投缘 虽然自己是以大叔的心态 在对付这个小丫头 只是心疼对方 所以时常带着她玩 给她讲故事 但在旁人的眼里 却成了他们兄美情深的佐证 只是范贤的身份有些尴尬 四生子毕竟不能和正牌小姐相比 所以丫鬟们都刻意不提京都里 那个伯爵府上的事情 听到哥哥发问 小女孩很认真地扳着手指头 开始数在京都里 一般都吃些什么东西 但数来数去 三岁的小丫头哪记得住什么呢 只是翻来覆去地说 糖葫芦和面仁 吃完饭后 已经有些晚了 太阳在陆地的另一边沉了半边 浓浓暮暮色笼罩着整座庭院 弱弱呀 你还真是个弱弱 哼 哥哥欺负 好了好了 今天你想听什么呀 我想听白雪公主 藤浓浓忽然笑了起来 幸亏旁边没有别的人 不然看见四岁小男孩的脸上浮现出这种成年人才能有的怪异笑容 一定会吓一跳 哥哥给你讲鬼故事好不好 不好 范若若吓了一跳 拼命地摇头 黑黑的小脸蛋上居然马上躺下两行青泪 很明显 在这一年里已经受过不少鬼故事的偷毒啊 欺负小丫头 这是范贤的恶趣之一 她最拿手的还是欺负那些丫鬟 经常讲些鬼故事给她们听 然后吓得那些青春气息十足的女孩子尖叫不停 大家在床上瑟瑟挤成一团 虽然范贤为了掩饰自己 不可能用言语去调笑她们 但这个时候总是可以享受一下相择逆指的拥抱 她安慰自己 自己还是个小孩子 还处在需要触摸的期间 这些不算无耻 正是很正常的需要 而每当丫鬟们好奇 小少爷这么小的年纪 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多可怕的故事时 范贤就会把责任推到教书先生身上 所以丫鬟们现在看着教书先生的眼光都有些不善 心里想着 伯爵老爷花大钱请你来给小少爷讲课 你居然给他讲鬼故事 吓坏了小孩子不说 吓坏了我们这些花朵 你就是罪过太大了 依照旧例的鬼故事夜话结束之后 两个丫鬟面带受惊之色 悠悠满足之情 等待小家伙携了喜 便关门让他睡了 似乎又是一个平常的夜晚 范贤将自己的脑袋底下那个硬硬的瓷枕 扒了到一边去 又去衣柜里取出冬天穿的袍子 归枕成四方便成了个枕头 他靠在枕头上 两只眼睛却是睁着的 在黑夜里发亮 许久没有睡去 虽然已经接受了自己转生到这个世界来的事实 但并不见得能够习惯这个事实 这时候应该才晚上九点多钟 就要睡觉 这实在是很不舒服 更何况他前世在病床上已经睡得够久了 他摸了摸床的表面 发现自己坐的暗格应该不会被人看出来 稍微放下些心 很自然的体内的真气开始缓缓流动 随时有可能进入那种冥想的状态 在顿入空无状态前的一刹那 范贤想着 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怎么生活呢 以后的这几十年 自己应该怎么过呢 还没来得及进入植物人状态 幻想今后的三妻四妾 却被一个不速之客声声惊醒 你是范贤 他的床前忽然多出一个人来 那双眼睛里全是冰冷的颜色 筒子里染着一丝不寻常的褐色 一看便知道对方不会怎么热爱生命 很拼命有理的一句问话 但如果是从半夜三更偷偷跑进你的卧室 而且蒙着脸 手上拿着一把刀 腰里憋着几个小袋子的人口中问出来 无疑是很让人受惊吓的 也亏得范贤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四岁小男孩 不然看见这位怪叔叔一定会在第一时间之内叫出声音来 用脚趾头也能想到 一个能够悄无声息进入伯爵别府的野行人 肯定是本领高强心狠手辣的家伙 如果自己叫了 那对方肯定就把自己给杀了 想到这一点 范贤不免有些骄傲于自己 临危不乱的本领 喝了两声 强抑住内心深处无比的紧张 扮成最可爱的乖宝宝形象 扑了上去 爸爸 你终于回来了 一个四岁的小男孩 眼泪汪汪地扑向某个杀手的怀里 双手紧紧抱着他的腰 只是小孩子的双手太短 所以还不过来 只好用力地抓着对方的衣服 似乎是怕对方就此跑了 也许是因为抓的时候太用力 所以撕的一声 小男孩的手上便撕下了对方的一块布料 叶行人眉头一皱 也不见他怎么动作 整个人便从范贤的怀抱里脱身而出 呆呆地站在原地 似乎是在思考 为什么这个斯男伯爵的私生子 要叫自己爸爸 同时他也很疑惑 自己这身衣服乃是院中特级品 就算是刀子也不容易划破 这个幼童怎么用手就抓破了 他疑惑 范贤更是纳闷到心头吐血 趁身边没有人的时候 范贤经常用假衫上的石头 来试验自己体内无名真气的威力 当发现自己嫩细的小手指 也可以勉强捏碎那些 并不怎么坚硬的松石后 他对自己的自卫能力 有了一定的信心 范贤好不容易用四岁少男哭泣剂 让对方放松警惕 然后将自己全身的真力都运到纸上 满以为可以将对方置住 谁知道 竟然却只是抓下来几丝碎步 看来有事情要发生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彩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